八年前我认识了上帝 可是在我妈妈休息那一天 上帝选择把我爸爸带走 所以从那一刻之后 我很埋怨上帝 我觉得他对我很不公平 我觉得他对我很严苛 如果没有爸爸 是我要走过那一座墙 我宁愿不要 所以在那之后 我每天都是 坐着宣教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刻意地去违背他 我想要成为一个他放弃的人 想要不要再纠缠我了 因为我很累 但是我发现在 这八年来 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永远会回到 沈的家里面 不管怎么样 我永远会兜一个圈 回到沈的家 然后我觉得 他这辈子是不会放过我的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 听到那个home forward plan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就是我的家 这是我第一次跟自己说 我要回家了 上帝 因为我 我流浪够了 我想回家了 然后一个月后 你就决定受洗 恭喜你 谢谢 Jessica 你愿意接受主耶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以及生命的主吗 我愿意 你既然愿意 我现在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纳入主耶稣的名下 从今时 直到永永远远 谢谢 谢谢 如兵阿似 你是 毛匣